发现遗体的地方就在台中北屯的崇德六路跟荣德路口一处14起的重化区 当时是有一名工人正在现场除草整地才赫然发现了这个遗体 马上报警 建立四周用围里框柱里头长满杂草 死者被发现时已经明显过了一段时间 一旁还有他的包包里头有皮包 但是没有证件也没有钱 从医务特征过滤失踪人口 警方找到一次是一名66岁的张姓妇人 通知家属来做亲子鉴定 相验后确认身份 事发地点在台中14起重化区 张姓妇人儿子说 妈妈8月20号晚上从家里出门 独自搭上计程车就再也没有回来 家人通报失踪 10月31号下午4点多才接到警方电话 找到人了却是2号 警方表示报警检察官相验后 并没有外力介入 家属也没有意见 联系张宇的儿子到现场确认 警方表示张姓妇人罹患假装腺癌 和其他的疾病 过去疑似也有出门失联 被警方找回的记录 只不过这一次再找到人 却已经是天人永隔 TVC的徐立凡罗欣 台中报道